哈喽 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爱奇艺国际战VIP会员大使罗震 很荣幸以新的身份和大家见面 也相信爱奇艺的粉丝朋友们对我并不陌生吧 啊 什么 还不认识我吗 嗯 那你一定是新来的小伙伴吧 嗨 助理 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谁吧 我是终于轮到我恋爱的陈希侯伯 顾西成 我是眼里一光都是你的腹黑总裁 赖真一 我是扑通扑通喜欢你 冷面学霸 顾颜洛 即将上线的骑着鱼的猫 并交主裁周知斐也是我 请大家敬请期待 以后由我陪你 敬享爱奇艺精彩内容 我其实一开始给你们知道 是有工作人员告诉我的 当时还是蛮震惊的 然后也很意外 然后就是感谢海外的粉丝朋友们对我的喜爱 当时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 哇 好开心啊 就是 就是 虽然就是很开心 就很开心 100倍 对 真诚 善良 努力吧 我胆子比较小嘛 然后就是怕黑 然后怕虫子 然后还怕妈妈 对 然后就是不怕什么就不怕辣 就是我觉得每个男孩子的内心都有一个反派的梦想 所以我特别想演一个西装暴徒 或者就是说那种前期很呆萌 然后后期一下子就黑话 对 那种就特别带感 如果真的有合适的剧本 我自己很喜欢的 因为现在就是在增肥嘛 然后就是如果真的是我要进组之前 我会一般都会花个一个月左右 或者半个月二十几天去增肌 然后可以恢复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剧组 对 时光倒流 时光倒流的话 然后就可以帮助很多人 就是有后悔的事情 我可以帮助他 帮助他就回到过去 包括我自己也想回到过去 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后悔的事情 是因为我的名字是罗正嘛 LZ 粉丝就开始叫栗子 然后后面粉丝的名字叫栗子壳 我的家香柜中是一个生活节奏特别慢 然后冬暖夏凉的一个城市 然后就是特别适合养生养老 然后吃的也很好吃 但是就是口味的话比较偏辣 特别是酸汤鱼 丝娃娃 还有火锅羊肉粉 都很好吃 所以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贵州 我是啊 一直就是追我自己的剧 然后因为一上线就是看全集 追也特别爽 很希望能献上聊天那种啊 或者说见面那种 我平时撕一下其实不是那样子的 就是一当我化完装做完头发 穿上那个西服之后 我就自然而然就变得不一样了 可能外形比较像一点啊 对 这次的决策名字叫周知肥 他是一个身体不太好 相比于之前的霸准就是很酷啊很帅啊 但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是有一些搞笑的基因在里面 最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笑场吧 就是经常笑场 因为剧本本身算是一个蛮好玩 蛮有趣的一个剧本 就是很多场戏 包括我们在维度剧本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 我们在拍的时候旁边工作人员 包括摄影老师啊 他们就有人就是 就是就可以听到那种声音 而一拍完全部哗哈哈就全微笑了 特别有意思 每天很开心 骑着鱼的猫是一个很甜 很有趣很搞笑的一个剧 所以记得收看 非常开心我的剧呢 获得海外粉丝朋友们的喜欢 我也很荣幸能成为爱奇艺国际战的大使 我会推荐更多读一下好内容给大家 而我也会尽力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来回馈你们对我的支持 另外特别告诉你们 我之后还会以大使的身份 陪你们一起看剧 过节 玩游戏 一定要持续关注爱奇艺和我哟 最重要的 我的新剧 《骑着鱼的猫》即将开播 大家别忘了到爱奇艺国际APP 或者iq.com看我们哟 记得下次见